大家好, 又是我漫画狗 欢迎又回到《流亡者》 柯南 我们继续玩这次游戏 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先说一下 我扩大了我的家屋 因为在《OFKM》时, 我不想有太多进展 我只能不停地做一些思缘的採杂 不停地掘石、砰木 唯一做到的事就是扩建我的家屋 因为我都没什么... 我觉得有点迫, 我就弄大一点的家屋 弄了一些箱子... 咦, 轻轻... 因为... 可能没电话开得太久 弄了一些箱子, 没什么特别进展过的 那我们今集就回来继续玩我们这集要玩的东西 那我们想做些什么呢? 那就是... 首先我们先做射中一个敌人 那我们做一把弓箭 那弓箭的弓箭呢 最基本的应该在... 呃... 看看... 我自己身上应该做到的 最基本的弓箭是... 又没有啊... 还没开过专场点 好了, 那我们现在有25点的专场点可以使用 那我们可以... 先升级一些东西 弓箭, 对了, 弓箭手 那我们可以做最基本的弓箭吧 呃... 咦? 我的DLC弓箭要自己开, 那么麻烦的? 对吧? 对了, 那我们不要理他了, 用最基本的弓箭 因为我不太... 这个弓箭, 我觉得弓箭一般的好用 虽然打Boss来说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暂时我都不想用, 对了 对了 嗯... 跟着... 我现在都没有资源去弓箭了, 老实说有 呃... 存多点箭 那我们可能开个新武器啦 铁装, 现在有铁斧 这些DLC武器都开了 那我们可以不用理他了 现在没有更加强的武器出现 我们迟些有铁的武器, 我们才开始弓箭 好, 那我们先弓箭出来 弓箭... 要树枝... 树... 草... 我当我叫它为... 树枝, OK 弓箭先弓箭 之后我们拿点箭 弓箭这么久了吗? 咦? 还在弓箭... 好, 弓箭出来了 对, 记住大家拿着弓箭的时候 我们要拿回去... 确认我们用什么弓箭 所以要在弓箭里按使用 这样呢, 六号锡就会多了一个弓箭头的公仔 即是我的六号锡 正应是我的弓箭的 logo 里面 这代表我现在在用聚石箭 那我们要射中一样东西 上面有个人, 我们就射我个人 好, 看见弓箭头闪了一下光 代表它存到最尽 射中 好, OK 哎呀 噢, 真是有点... 呃... 弓箭 弓箭 弓箭太久了 应该重新开机才拍片 但现在拍片就算了 好, 接着扔一个球 扔一个球 然后我们就进入屋里拿出球 不是, 球在外面 不是, 球在外面 要打架 它下来的 你们打吧 你们打吧 如果不再摇我的时候 我就去帮四形仔康 啊, 还是摇我 死了, 打我 诶, 口渴不说 你打吧 我杀了 我去拿皮 这些金...还有银币 银币 银币没什么用的 所以, 但是... 诶, 也照顾 蛇仔在那边打架 你还是放开 蛇仔在那边打架 你还是放开 我中槍 放下獸皮 焦油很重要,焦油會遲些有用 即是黑色那盆東西 因為我發現拍片是看不到我的貓屎,很奇怪 所以有時候我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儘量清晰一點 好,又打了手,手其實沒什麼用 我們先放一個水袋,因為剛才撿回水 好,留下,你不要動 好,射了一個人,我們要扔一個波 波就是這些 隨便扔吧 這些波其實也有些用,但特別是火波 火波暫時還沒有,所以遲些才會 告訴大家有什麼用 可以放下一些東西 好,之後 我們就要讓地人經歷痛苦之輪 即是我們要捉奴隸 捉奴隸,首先要做一個痛苦之輪 在這個 就要200塊木,200塊石 210塊石 和75塊鐵 30塊繩 繩是有的,所以拿些木 200塊木,即是分堆一塊就夠了 然後210塊石,就是分堆一塊 然後鐵,我捉了這麼多鐵 對,我捉了很多鐵 對,我捉了很多鐵 不想說 然後我們又做了一個痛苦之輪 做了痛苦之輪之外 我還想做了宗教的祭壇 我覺得是一塊 我的對方比較輕 我的對方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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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反正回來 我們現在就做了痛苦之輪 我已經重新開機了 看看能否好一點 痛苦之輪之外 我剛才說的 我想要做宗教的祭壇 360石, 860木, 20 條繩 好像做得很厲害 可能要下載地圖才能順暢 大家將就一下 等一下 我要拿出來做 20 條繩 之後木 還有石頭 應該夠了 差繩和石頭還差一點 那塊500石什麼都夠了 哎呀 好 等它拌一拌 竹奴帝還有要做的就是這個粗短棍和這個繩 我們再做多一點繩 之後還有粗短棍要樹枝 就有斯皮革了 為什麼很厲害 之前都很厲害 為什麼突然會拿這麼多 好 在這裡 好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要做 我們現在生存 咦 研磨器可以做的 開完研磨器 還有這個 魚膚很厲害 曬乾架也很厲害 曬乾架也很厲害 好 好 集成這樣 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再開 加巨像 加巨像 也值得開的 展示架 還有一些頭 我們可以做一些頭 變成 這些還未有它的頭 我們要做這個頭 但這個頭是47LV才能做到 我們先放進去 好 應該是這麼多 19點 還有什麼 剩下 駐甲 我們是不是應該做駕 駐甲 駐甲 駐甲工作台 要做駐甲 才開到 駐甲 駐甲 然後我們要做新的裝 什麼裝好用呢 因為裝有能力 我們做一套適合自己的裝 就很重要 好像是這套裝 好像是這套裝 日本裝 好像是 日本裝 不是 但日本裝是內寒 還是內熱 代表 沒有記錯 應該是內熱 好 好 我們再開一套日本斜馬台卡 咦 開不到的 要怎樣 不用點數 但我們還未開到 為什麼呢 好 不管它了 好 我們開幾樣東西 不如我們做完 首先我們做個曬乾架 要木板 木板在哪裏呢 先用藍水 再喝一口 吃菜 吃菜兩次 吃了20塊奴 真的很貴 我想說 木板在哪裏 要木材進去做 我們放一些木材進去 一千塊 我們把木材進去做 都不會浪費 木材進去做 很多時候要用的東西 之後 木材進去 看看 這個 研磨器 弄一個 火溝 木材 魚腩 都要弄的 這三個都要用木材進去 這個不用 這個都要弄的 雖然我們最重要的是這個 這個暫時來說 沒有所謂 不是太多用途 然後再弄一個工材台 再弄這個 裝飾一下也好 火溝 然後還有一個鑄甲台 剛才我們弄了一個鑄甲工作台 這個 弄了一個 好像還沒弄 對 還沒弄 把木材進去 把木材進去 有些石 我身上過重 所以這個環很猛 還有繩子 要弄20條繩 弄多10條 備用也好 我們可以把鹽放出來 先不要牙扔 放在這裡 這個可以用來磨骨粉 骨粉遲些用來種東西 但暫時還沒用 我們先弄其他 這兩個就遲些 這個 待會把這個拿進去才能用 有些什麼要弄 那些火溝 這個工杖台 工杖台放在這裡 工杖台主要是製造裝飾品 所以我們暫時在這裡 製造的東西 也沒有實質用途 我們遲些才能用 所以我們可以製造一些裝飾 來擺裝備 然後火溝 我們可以放在外面 我們可以換一個小的酒 先收起來 放一個大的出來 很開心 然後我們可以製造火溝 火溝也好 鑽甲台 可以20條繩呢 是否剛才鑽甲台用的 火溝已經用了 先拿一些木板 好 先看看 要用木板做的東西 曬物架 蟹蠟 還有這個 不,這個不用 這個 最後要用木板做 沒有了 沒有了 好,這個什麼 原動工作台 其實是製造DLC裝飾品才用 所以暫時我們沒有用 我們不要理他 暫時應該是這麼多 好 好 我先把他放好 那些沒有用的東西 我們先放在這裡 這個 我們會再拿回這些東西 做好嗎 放下木材資源 石頭放在這邊 鐵放在這邊 鋪肉放在這裡 鋪甲台放在這裡 鋪甲台放在這裡 首先把木材放在這裡 所以現在要把魚腩和蟹腩放在下面河 鋪甲台放在這裡 真的,為什麼會拿了這麼多? 是否要重新弄一下 原來跑來也很久 到了 我們把蟹腩放在水裡 再把魚腩放在水裡 它們會自動生蟹、蝦和龍蝦 這就是生魚 其實蟹、蝦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之前已經說過 我要養龜的話 其實我要養最好的龜 其實就是餵龍蝦給牠吃 所以要靠這個生產龍蝦 給牠的小嬰兒吃 才可以產生最強的龜 我等牠自己混合一段時間 就應該會有龍蝦出現 現在可以放在這裡 有牠就不用理牠 是自己慢慢生出來的 如果想快一點有龍蝦 我們要放在下面 用肥椎給牠 這樣牠就會變成生龍蝦 就是這樣 魚腩一用 其實後期我們需要一些 油和魚油 我忘記牠的花是什麼 黃色的油 龍水 這裏叫做 製造一些合成 或者生產藥 或者不同的東西的時候 就要用到的東西 但是生產方法最快就是用魚 燒就會燒一些龍蝦出來 或者直接用一個壓榨器製造 就會拿些油出來 到時候就需要很多這些魚才用 暫時是沒有用的 我們回到這裡 我們放了曬物架 我們沒有做出來嗎 這個曬物架 好像沒有放過 曬物架的用途是 初期用來做一些樹脂 樹脂的脂肪 用來拿一些木板 曬物架 曬物架 還要把木板放下 曬物架 曬物架 曬�物架 把木板放下 曬物架 把木板放下 把木板放進去 所以有一點點滴滴滴, 可能我稍後要弄一弄一弄 太多東西都不順暢 好, 浪曬架, 放在時尾彈 除了弄樹枝之外, 浪曬架有另一個用途 可以用來曬肉乾, 肉乾可以放很久, 不會這麼快壞 在食物短缺時可以用到, 但暫時不需要 好, 接著就把今天的重點題目放出來 首先放了衣美祭壇 把它放在寵物園旁邊 放遠一點, 讓他們走進去 就這樣, 好不好 放回生路 就這樣, OK 這個宗教祭壇就完成了 我們也完成了崇拜諸神 在這個宗教祭壇製造了一些宗教物品 這個叫做雪霜短斧 雪霜短斧要用十塊鐵和樹枝來製造 然後, 冰碎之箭 就是這個宗教的專屬製造品 我可以用這些箭來在弓箭上用到 所以我不用太多收拾箭 其實這個箭攻擊也挺高 還有冰, 其實沒有什麼用 因為當我們去雪霜的時候 有很大量可以製造 但現在就沒有這種資源 所以暫時要在這裡有用 但是我們這裡也沒有需要用冰 所以我們不會理會它 主要在整條路程中 我們首先弄一弄雪霜短斧 先拿鐵和樹枝出來 我們先拿一點點出來 然後就是鐵在這裡 OK 有些樹枝 我拿了木板出來嗎? 我買了在這裡 喂 怎麼放錯東西 我們先弄一把雪霜短斧 我們可以不理會它 接著我們就放個奴隸之輪出來 這個是小奴隸之輪 暫時用途是比較小 遲些都會不用, 有些大一點的 剛剛完成了兩個成就 應該是弄好了我的斧頭 地面不對齊 這已經是最平的地面 很難放的 在地基上也這麼難放嗎? OK 好,弄好了 有一格位 就用來弄這個奴隸 好 接著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回一把斧頭 哇 拿得很緊要 幹什麼 完全停在這裡 OK 電腦真是怎麼回事 不知道 有點奇怪 剛才我 應該沒有理由 拍片會有這麼大的延避 我剛才自己單機玩完 完全一點事都沒有 好 先放下一些無謂的東西 然後火溝 火溝還沒有任何地方 弓箭也可以不理它 先放下這把箭 放下這把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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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可以起程 我們就把最最最廢的奴隸回來 我們把斧士回來 最基本的 斧士 我們看看那邊的營地門口 這個會不會有機會是斧士 我們絕對不能帶寵物去 因為寵物會殺掉它 所以我們就拿著盾牌 和盾牌去動它 好 在鬥士 用劍就是鬥士 但是拿得很厲害 怎麼打 看到嗎 大家看看 在血的頂上有個韓巴 那韓巴就是魂的分血值 好 我們不停擋它一下 應該可以穩陣一點 捉到它 而且它只不過是一級的奴隸 所以 已經是容易捉到的 好 拼了它 我們就拿一條繩子 綁住它 然後 只要對著它按抗定 這個E 鍵就可以了 其實 把它拖回奴隸之輪 放下它 好了 我們就將它經歷了痛苦之輪 完成了 那怎樣可以開始運動它 其實我們要把食物給它 其實已經當成這個人 就是它 放食物 我們就把肉給它 一般來說 是會做一些粥給它 但是粥有點麻煩 其實我們可以有很多肉 所以不要緊 我們分一半 肉也一塊可以久一點 現在可以維持兩小時三分 可以維持到 在下面 就會有一個 製作序列 告訴我 它已經可以做成怎樣 大約四、五、六個小時 才可以使用它 有得它在這裡拌一下 不過好像低級會比較快 有得它先拌一下 我們可以暫時 這部分就完結了 我們先補一點血 我們下一集 應該回來 就會有奴隸用 還有 對了 想說回 我一直都忘記說 上一集 其實綠帝回來 我一直都忘記養 現在正在養 只要給它一粒食物 它就會自己拌出來 如果給它太多 它變成了大陸 之後 它就會不停吃東西 不停會生糞 糞的用途 糞的用途 是純粹做肥料 暫時沒有用 不需要理它 沒有到無謂 把糞的糞 我們可以把剛才捉人的道具 都放下 因為我們暫時不會捉另一個 因為這個小奴隸之輪 只可以放一個 大小的可以放四個 最大的可以放八個 暫時不可以再放 這個先放下 我打算放下去 還是沒有算 我們就放出來 嘩 很大 放在哪裏 放在這裏 不知放在哪裏 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 它也可以煮食 不要管它 放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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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後要做的 就是用這把冰斧頭 我們 整理一下 身上的裝備 之後便起行 現在真的要吃藥 在外面上 我待會先收拾一些爐匪 我待會先 好 今次我們可以帶一隻龜出去 龜仔 在這裏 色役仔 不知道大家知道哪裏 色役仔 好 跟著我 我們又回到剛才那裏 今次我們是來打架的 拿一個 斧頭出來 看來 我們在後面被人打架 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躲一躲 我們放在這裏 慢慢走過去 為什麼要殺人呢? 其實我就是用這把斧頭 因為斧頭不是用來戰鬥用的 而是用來採集用的 而是一把切肉刀 我們在對著屍體砍他 就會拿到碎冰精 其實砍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每一個人只有一個 不會多 我們就這樣切成獸皮 我們就要砍夠每一隻 砍一下 之後全部都在... 是不是有四顆? 就是每一隻都有一顆 全部都要回到他 做獸皮 可以 還有這個 對不起 不要緊 好 之後一場來到 我們又再殺一次 沙格拉一次 先補血 喝一口水 謝謝 謝謝 沙格拉 乖乖地死在我手上 還有有運 其實大家看看 他的Logo 就算是被捕捉到 還有鐵箭 這隻是不停復活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怕 每次殺他都無所謂 我們就拿冰碎去宗教營 你不要追著我 自己走回家 只要按他不追蹤 其實他一段時間要自己走回原點 所以我們不需要太害怕 如果中途在冒險時死了的話 他都會在死亡地上 守一會就會回家 所以大家不用怕不見了奴隸 但可能有時候要等久才回來 大家不用太害怕不見了奴隸 好 把冰放在這裏 他們要我用一些弄箭的 所以暫時的冰只可以放在這裏 他就不會消失的 因為我要有毛 我現在沒有羽毛 再用樹枝 待會可以放樹枝在這裏 再把羽毛回來就可以弄箭 但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放新衣服上去 好 又再厲害一點 好 今集到這裏 如果覺得好看 給我個讚 或者分享給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回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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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久 看看